我們的元朗神秘嘉賓 好吃的老婆餅 最緊要新鮮出籠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B仔糧品 是不是一隻牛裡面很少的人 那個位置 現在就要去屯馬線 剛剛就從銅鑼灣過來 就要去金鐘轉車 然後就要去尖沙咀這裡出閘 再走一段路 六分鐘 就去尖東站那裡轉屯馬線入元朗 都沒有搭過 看看怎樣 那屯馬線可以在尖東那裡搭 或者就去美孚那裡轉 尖東這裡應該是快一點 現在在尖東 阿士丁南昌美孚 全灣錦上路 接著就到元朗了 幾個站就到了 這條路好像很遠 時光隧道 全馬線的列車比較疏落 很快就到了元朗了 但是因為我在尖沙咀轉車 他收了我兩次錢 用了二十多元車費才來到 其實我是不是蠢了 如果我在美孚轉車 是否不用出閘 那車費是否不同呢 有沒有朋友告訴我 有沒有朋友告訴我 很快就到了元朗 但其實不知自己是否蠢了 因為我在尖沙咀轉車 要出閘再入閘 總共用了二十多元車費 去元朗 如果我在美孚轉車 是否不用出閘 車費是否會差很遠呢 有沒有朋友告訴我 第一站我會由E出口 那我就會去B仔涼粉 現在沿路六分鐘 我們會走到B仔涼粉 這個很出名的地方 很多朋友是專門來元朗 那我就要橫過這個鐵路 屯門有這個叫做輕便鐵路 在香港也是唯一的了 這個輕便鐵路就是由屯門和元朗 一直到處橫索的 香港人進來 看到這個輕便鐵路 就覺得很有趣 很不容易來到這個街記 B仔涼粉 竟然沒有開 還要開 還是還未開 哦 12點半才開 不要嚇我 它由中午12點半 直到營業到 凌晨2點半 嚇死我 以為沒有開 現在12點25分鐘 5分鐘 那我就走個圈 讓它開門 很快便開 經過元朗一定要去找恆香老婆餅 但今天我應該不會去了 其實老婆餅周圍都有 好吃的老婆餅 最緊要新鮮出籠 哇 鮑魚醋都正 隔壁 旁邊有樓看 看看元朗的樓價是怎樣 這個Yohu Tower 1000萬就有600多尺 跟著這間浪屏百毫 可一不可在 890萬都是600多尺 今天的元朗已經在到周圍都是高樓大廈了 看看這個燒鵝多棒 元朗的燒鵝 除了燒鵝 還有燒乳鴿 真是看著它開閘 來到B仔涼粉 當然要吃B仔船 但我一個人 都照叫 唯一拍給大家看 我照叫B仔船 還有很多不同的糖水 榴槤布甸也有 嗯 跟著呢 它有些小食的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呢 之前呢 上次來有雞翼尖 好正的 很多不同的小食 嘩 厲害厲害 嚇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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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呢 先跟它拍照 這個就是B仔涼粉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手也扎了 一半沒有了 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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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 嚇死人了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B仔涼粉 就是這樣 摘了兩顆 在碗裡 一個人是不會吃得完的 然後有些花奶 我另外叫了雞翼尖 這個雞翼尖 這個雞翼尖是很正的 一定要來吃的 好現在我開餐了 嗯 好大盤 它已經拌了一碗 到碗裡 裡面有什麼呢 蜜瓜 蜂蜜瓜 蜥蜂蜜瓜 蜆蜜瓜 好像是應該是蜜瓜 挤蜜瓜 西瓜 Hollew 還有點一點 都叫什麼 椰果 這是大樹菠萝 大薯菠萝 有凉粉 木瓜 土也有,這個是土 這個是荔枝 龍眼 龍眼 裡面還有很多,因為底部是涼粉 底部可以選擇龍眼的 不同種類都可以選 其實這盒是八燒菠蘭廣主,其實很划算 很大盒 我正常一個人不會吃得完,好,接著吃雞翼 每次來我都會吃的,好 好了,馬來西亞的朋友一定要吃雞翼煎,我喜歡吃辣的 超棒 已經剪了第三碗了,嘩,看下還有這麼多,真的有時間吃了,兩個人吃都要大胃王才能吃 好了,終於吃飽這個B仔糖水,B仔涼粉,跟著呢,我們的元朗神秘嘉賓,窗哥,有沒有人認得他,馬來西亞朋友 馬來西亞朋友,你們好啊 好久沒見阿窗哥了,今天帶我去哪裏 來元朗美食家這裏,吃東西啦 這裏元朗美食家,是吧,好鬼喔,我們繼續走吧,是吧 是啊 你應該不是帶我來吃魚蛋吧 不會,這裏 你喜歡吃甚麼都有 很多觀眾啊,現在等你啊 你何時回去夾凍,弄個牛腩給大家吃 回來統治大家 好 好,那你現在帶我去吃香港的那裏先 好啊 啊,元朗大街真是,好熱,又好熱鬧啊 咦,我們還來到恆鄉啊 看個世似啊 這間恆鄉是不是老店啊? 是 最內歷史這間 是 元朗的,鼎鼎大名的,恆鄉老餅家 老婆餅 今天我們不吃老婆餅啊 今天 今天我們來元朗有個更正的東西吃 我們經過就算了,打個招呼 好,繼續我們的行程啊 這間,各位馬來西亞的朋友啊 元朗呢,除了恆鄉呢,其實還有榮華的 一樣是老店來的 一樣是賣老婆餅的 好多不同的餅 看我當吃了啊 哇,這個五彩皮蛋酥這麼大的 這個皮蛋酥 嘩 厲害啊 但現在這些老店都,裝修到很漂亮啊 變成好像遊客店一樣啊 元朗呢,現在很多店都關閉了 以前真的做遊客生意的 那些金桃啊 藥房賣奶粉啊 全部都在這條街啊 好像比銅鑼灣還旺一樣啊 一樣有丁丁 好啦,今天呢,翔哥呢 就帶我來這裡 揮忌 香港仔魚蛋粉 他不是香港仔搬過來的啊 不是 不是啊,但你以前 聽你說的,你們的甲冬師傅就在這裡啊 是呀,沒錯 是呀,沒錯 就是在這裡啊 現在我們去找他 甲冬風味的牛腩啊 又去找他 哇,很多東西吃了 很多東西吃了 口水都流出來了 好啦,今天呢,就 說這個特別了 香港人在馬來西亞 甲冬開了牛腩店的唱歌 就帶這個香港人回來 香港吃牛腩粉 老闆 老闆,老闆你怎麼稱呼 聖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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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不如老闆你介紹吧 你這個牛腩牛腩 這個是什麼? 這個不是慳腩還是什麼腩? 慳腩這個 這個慳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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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斑沙 斑沙,哦 是不是一隻牛裡面很少的 那個位置? 是啊 很珍貴的嘛 乖一點 對 好 我可不可以試一下 要不要拿一個小碗 不用了 吃一碗自己 好,那我先試一下 謝謝 謝謝 好啦,馬來西亞朋友 去吃東西最重要的 辣椒 辣椒醬 那我試 香港呢 就吃什麼的呢? 多數吃辣椒油 是不是 嗯 嗯 嘗試一下 其實我不是太遜辣 但是我小時候 去吃的牛丸 牛腩粉 就吃辣椒油 這個不像那些 泰國辣椒醬 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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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特別一點的 自己調出來的 自己做出來 不是那些 這個適合馬來西亞透味 是嗎?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類似這個辣椒醬 他們都喜歡這個味道多一點 是 馬來西亞喜歡這種味 這個很少的 辣椒醬油 但這個 如果你們有機會 過去那邊開堂 兩個帶過去 好 搶著要 這些 搶著要 這個牛腹腩 腹腩是比較瘦 是比較瘦 斌生辣 對,半肥瘦 嗯 我喜歡吃這個 斌生辣 但斌生辣真的很珍貴 是 嗯 幫我點一下 以前在香港 就會喜歡吃這個 因為以前喜歡吃瘦 但你過了馬來西亞 怎麼都要把肥 對,有點肥 那邊是吃肥的 吃得厲害 他們都比較喜歡 那邊是肥一點的 對,對 什麼歌 廢哥 廢哥 其實我們 二彈仙是 重點 重點 我們二彈是自己打的 自己打的 自己打的 是 悶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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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悶閃 悶閃 悶閃 你的專牌也是悶閃 是嗎 悶閃 悶閃 我也是適合 不好意思 但你們也要幫忙吃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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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吃完 大件事 四碗 牛腸 然後這個 這個又不同 這個又是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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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種 腸腩 牛腸真的很棒 這個 這個 牛腸很棒 今天腸真的很棒 最近都已經是兩種 這個 香港吃的 牛腩麵 雲吞麵 你們也有 有 通常的牛腩麵 都會點到雲吞麵 魚餅麵 牛丸麵 對 對 對 什麼都有 通常會點到油菜 這是菜心 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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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芥蘭 生菜 生菜 加些蠔油 簡單簡單 拍一下老闆 大家想來元朗吃牛腩粉 下面有個地址 自己找 在門口等著你拿過來 炸魚皮 真的不得了 自家製炸魚皮 一定要試試 這個叫什麼 牛沙瓜 牛沙瓜 什麼位置 牛的最小的部位置 可以 可以 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 幫忙消化那個 那一隻牛有多少件 一條 一條 一條做到多少件 很少 多久歷史 這裏 這裏 十幾年了 香港雲吞麵店 是自己包的 即場包的 這些 所以用這些 這些是水餃 這些不是叫雲吞 水餃 嘩 接著這盒東西 才經典 Hello 師傅 師傅 你好 這個盤 經典 這個牛筋 牛筋 是 還有什麼部份 不如逐樣說 好不好 我們要推廣一下 給香港朋友和馬來西亞的朋友 這個就是 粉腸 牛的腸 這個就是 肥 牛肥 是不是 我猜到了 這個 這個就是 香港仔的 魚蛋 醬汁品種 魚蛋 嗯 真的 OK 正正正 好了 吃飽了 阿翔哥 你的老友 馬來西亞的朋友 在等你回去 快點快點 很快 快點快點 回去做些好牛腩 給我們享受 好厲害 今天帶我們來元朗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是什麼 揮記香港仔魚蛋粉 香港朋友有福了 馬來西亞的朋友 很快也有福了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